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养一个侧疑 养出小留医师这样的侧疑 没有任何的外貌歧视 单纯的客观的在形容与描述 在这个画面的对比当中 小留医师感觉起来就很像被压扁的蔡薯珍 我觉得小留医生 非常的漂亮 这样子的感觉也是很漂亮的啊 从零开始养测译篇 正式进入第二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从零开始养测译篇 这个是最近有一个医师 叫做小留医师 然后这个小留医师 因为他真的相当的不红 所以我需要跟大家简介一下他的背景 总而言之呢这个小留医师他之前曾经 他的故事被改编成电视剧 叫做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医师 然后饰演他的女主角是蔡薯珍 也就是说小留医师其实就是蔡薯珍演那个女主角的原型 然后那个小留医师他平常就是发表的言论呢 因为他就真的除了这个村里来个暴走女医师 有稍微小小的红一波以外 基本上不太有人会注意到他 他这一次之所以会被注意 是因为他呛一个YouTuber 这个YouTuber叫做许伯&简直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许伯&简直这个YouTuber 他们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最主要呢是在做这个动物相关的议题 就是平常会教大家要怎么样从零开始养动物啊 所以呢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从零开始养一个侧翼 养出小留医师这样的侧翼 那这个动物相关的YouTuber 他们最近拍了一个影片 然后这个影片是跟台北市动物园合作 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出现了现在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小留医师在他的脸书发文 他表示说这个许伯&简直呢 会让蒋万安出现在他们的YouTube频道当中 难道说是收了钱钱吗 又或者是说他们本身就有政治立场呢 那他这个动态呢其实是在约末十天前左右发的 最近这个议题之所以会延烧是因为 许伯&简直他们被攻击 所以呢他们就拍了一个澄清的影片 澄清说他们并没有拿动物园半毛钱 同时再次的澄清说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 今天是因为动物园这边希望蒋万安以一个台北市长的身份出现 因为动物园的票价一直以来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都只有60块 然后呢他们希望能够在蒋万安的这个算是市长的见证之下吧 希望能够跟他争取说要让票价涨一些才能够让动物有更好的福利 所以他们表示说今天不是只有蒋万安 假设说是陈其骂要跟他们合作 或是说今天当选市长的是陈时中 他们也非常的乐意来跟他一起合作拍这个影片 跟政治立场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我们来稍微先看一下影片 看一下这个许伯&简直 他们跟蒋万安一起拍的这个影片 大家一起来评评理说到底有没有政治立场 我们从14分45秒这边开始 后面就是蒋万出现 然后这里面大概这样 来了 来了来了 蒋万安来了 动物行为学院是什么呢 蒋万安很没有存在 他手机的一个动物表演的形式 但是我们是更符合教育 好啊 现在一起 然后我们每一个阶段会有不同的这个program 大家可以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可以看到就是说 蒋万安本身在这个影片里面 完全的没有存在感 他就像是一个花瓶一样的角色在旁边 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政治立场的部分 是从哪里得出来的 很显然就是说 小刘医师应该并没有认真的看过这支影片 我本人是已经看过了 蒋万安从头到尾都呈现一个如此没有存在感的状态 我再次在这边强调说 我在这边没有任何的外貌歧视 也没有任何的外貌霸凌 我只是单纯的客观的在形容与描述一个戏剧女主角 与她原型本来有的样子 在这个画面的对比当中 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说 小刘医师感觉起来就很像被压扁的蔡淑贞 我说的是 像这样 那至于五官来说 各位 审美是主观的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审美观 所以我在这边为了避免有人又要说我外貌歧视外貌霸凌 我个人只是觉得说 小刘医师跟蔡淑贞差很多 差在哪个部分 我就不再多做说明了 不然的话又有人要说我外貌霸凌了 我没有我没有 我 大家有目共睹吧 你们自己看好不好 大概是这个概念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小刘医师 其实就是蔡淑贞演的这个角色的原型 他后来有减肥 他本来是长这样 他减完肥之后是前面 打光减肥有啦 有啦 可是他最近又回来了 他最近又回来了 他最近又回来 他最近又这样 真的真的 大家看一下 OK 来我们回到原主画面 所以这个小刘医师 他我们刚聊完的关于PR值的部分 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跟大家回忆一下 他真的是他的原型 那小刘医师之所以会被 这个很多人出征的原因 是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许伯瑜简直 确实他们没有收动物园半毛钱 他们甚至把他们的钱又回捐给 那个动物园 如果他们影片有收益的话 然后 你说政治立场 真的也没有 只是动物园希望说 蒋旺安没有存在感的 蒋旺安因为实在太没存在感了 让他刷个存在感嘛 刷个存在感错了吗 刷完还是没有 有没有 刷完你还是不在乎他 你只在乎小刘医生 跟蔡淑珍的差别 对不对 有没有 好 你说推文小心 小刘医生说很会告人 那我跟大家讲推文真的要小心 我们没有在讲小刘医生的坏话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只说小刘医生跟蔡淑珍差很多 那小刘医生我们也没有对他的外表有任何的攻击 我觉得小刘医生非常的漂亮 因为这样子的感觉也是很漂亮的啊 这样子的感觉才是可爱的啊 蔡淑珍那个太瘦了啦 蔡淑珍这样不行啦 要不是因为蔡淑珍太瘦 小刘医生会长得像这样子吗 不会嘛 蔡淑珍的错 在这边道歉一下 哈哈 可爱 懂吗 OK 那个我们刚刚讲到什么 不要 好 所以这个小刘医生他现在就是疯狂的被炎上 然后甚至连这个 这一次连民进党的侧义群也都不挺他了 通常他们都是侧义讲好一起出征的 这一次小刘医生出这个事情没有人要挺他 不过呢 有一个人 他以一个假中立的立场出来挺小刘医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叫做呱吉 来看一下 好蔡淑珍太瘦了 蔡淑珍道歉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呱吉 我们来切个画面 好 苦无大师苦无证据 我们说小刘医生长怎样 我们也是苦无证据的 那我们现在请出苦无大师呱吉 我们来看一下呱吉这一次 假中立为什么会被炎上 我们往上 往上来看一下 呱吉的言论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来这一篇就这里了 来看一下 好 他跟大家聊这件事情 这边都不重要 来我来看一下 这边都不重要 我们重要就是说 他讲的这件事情 他说他认为有两个点很重要 第一个点是 蒋万安没有必要出现在影片里 第二个点是 就算如此也没有任何理由批评 许博于简直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呱吉的论点是认为讲说呢 这个许博于简直呢 他们愿意接受蒋万安入境呢 可能是因为盛情难却 或者是因为他们喜欢蒋万安 也有可能是觉得有市长入境是流量密码 所以呢 他觉得有三个点 不管哪个原因都不算可以批评的理由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许博于简直的政治表态 也都是他们的公民权利 没什么好批评的地方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呱吉讲了这么一大窗话 看起来非常的中立 可是呢 细思极恐 你一看就会觉得 呱吉就是在假中立 假中立 为什么呱吉在讲假中立呢 第一个点就是说 蒋万安为什么没必要出现在影片里 蒋万安今天身为一个台北市长 他为什么不能够出现 今天呱吉你也跟很多政治人物合作拍片 难道你跟那些政治人物合作拍片 我们也要讲说 他没必要出现在影片里 有没有必要 难道是你呱吉可以决定的吗 再来第二个点说 就算如此也没有理由 要批评许柏宇简直 既然你觉得没有理由要批评 为什么又在下面进行一个偷换概念说 许柏宇简直会让蒋万安出现在他们的影片里 是因为可能喜欢蒋万安 可能想要流量 为什么你要去偷换概念 讲各种可能让他们出现在影片里的理由呢 我不知道你不需要批评他们啊 他们高兴让蒋万安出现就让蒋万安出现啊 而且呢他最后还讲说 就算他们是有政治表态 也是公民权利 问题是今天许柏宇简直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政治表态 他们只是被泼了脏水 被小刘医师单方面指控他们说 是不是有收钱钱啊 是不是有政治立场啊 但没有很单纯 他们只是跟动物园合作拍片 动物园希望台北市长可以出现在影片当中 他们也没有收动物园半毛钱 而呱吉你在打这篇文章的时候 你都知道这些资讯 你还带了风向告诉大家说 他们是不是喜欢讲万安啊 是不是想要流量啊 就算有政治立场我们也不要批评他 你明知道他们是被泼脏水 你还这样带风向 那你不是假中立是什么 所以呱吉他被演上我个人觉得 这个就是活该合情合理 我们再往上拉一下 看一下呱吉的暴走 OK 来 看一下呱吉的暴走 呱吉他被演上之后 呱吉就开始疯狂的讲说 我真的觉得好失望 我可以一句话都不说的 但我觉得还是要表达一下支持网路创作者的立场 你看一下呱吉讲了一大堆的废话 说我有这么说吗 他是脑残垃圾 我根本不在意 就说他根本没有支持小刘医师 今天大家不是在讲你支持小刘医师 呱吉你重点要放对 今天大家在讲的是你假中立 不是讲说你支持小刘医师 这是两件事 身为一个脱口秀的喜剧演员 你如果连这个两件事 逻辑不一样的事情 你都分不清楚的话 我不知道你的脱口秀的笑点在哪里 你的笑点难道就只能够用屁股把筷子给夹断 这个就是笑点吗 完全没有逻辑可言的呱吉 然后再来就是他讲说 我也没有说讲完不可以出现在影片里 我只是说没有必要 所有政治人物都没有必要出现在任何影片里 这都只是选择而已 好 呱吉 我们来看一下 帮我查一下那个呱吉 呱吉之前跟谁 郑洪灿是不是 叫郑洪灿吧 呱吉你之前是不是跟郑洪灿有拍片 还是谁 有没有聊天室的朋友来跟我们报告一下 呱吉之前是不是 有跟绿营的人拍片 有没有 如果照呱吉你的逻辑是说 所有政治人物都没有必要出现在网红的影片里的话 对 郑文灿不用查了 我们回到呱吉的这个页面 郑文灿嘛 胖粥鱼 呱吉你可以跟郑文灿拍片 许柏鱼简直就不能与蒋万安拍片 请问你是双重标准吗 呱吉是不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呱吉又开始讲说 说什么为了动物保物园的薪资票价 拜托这些案件都多少年了 我任期最后也讲多少次这个议题了 最后推去中央的两个修正案也是我帮忙的 好真的他就只是在邀功嘛 说他自己真的多棒嘛 然后就说 哼我不敢骂中央 干你政府 总统府行政院赶快搞一搞啦 我不敢讲嘛 从头到尾也没有人在讲你 敢不敢骂中央 请问一下你现在是在脑补吗 无中生有吗 没有人讲的事情 然后你讲了一大堆 最后再讲说 到底想要我怎样 干你们全部都脑残 都给我去死 管你民进党是谁 都给我去死 干你全家 我去死 所以你最后是在情绪勒索大家吗 请问你现在是在用死要勒索大家吗 我真不知道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身为我们前台北市议员 你的EQ这么的差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Q这么差的人 接下来呢 尤其是讲说 开心了吗 得到你们想要的吗 你们这些恶心的变态 操 这感觉就已经在暴走了吗 想不到除了小刘医师的颜值在暴走以外 呱急的情绪也在暴走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上面呱急最后 这边 这是他最近讲的 那总之呢 最新的这个进度呢 我想他应该已经删掉或是在留言 在留言当中啦 有人就跟呱急讲说 呱急你有需要舔成这个样子吗 然后呱急最后甚至是暴走到说 干赖清德老二好像 我一定要看一下那个呱急 正确的说法给大家听 就是呢 这个有网友质疑呱急嘛 就说是被下骨了吗 这么甜的闻 我服了 结果呱急就回那个网友说 对 赖清德老二很香 怎么了吗 我们可以跳回原本的画面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嘛 你知道吗 就是呱急今天 你不是不可以批评任何的整职 你也不是不可以展现你的言论自由 你当然可以对小刘医师 他被言上的这件事情 你可以表达个人的意见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赋予你的言论自由 只是呢 今天你的言论被网友质疑 贾中立 这也是网友的言论自由 你不能够因为网友是理性的去质疑你 你就开始暴走 然后扯一堆跟我们在指引的事情 完全不相关的内容 所以你今天会被言上 那就是你自己活该 那你自己活该的情况之下 你又开始继续暴走 在那边什么叫大家 什么去死 什么去死 有必要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耶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的情绪管控 如果这么的差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期待 你在身为台北市艺人的那个时候 你能够用最理性 而且客观的角度 或者是说 你能够认真的用你的大脑去思考 然后去审各个法案的 难道你在审法案的时候 你的情绪也是这样暴走的吗 随便讲一句话 你都干 去死 干 去死 都不用想说 为什么这个法案 需要通过 不需要通过吗 所以这是 呱吉今天被言上最大的理由 我在这边强调 我个人是认识呱吉的 那我对呱吉本人呢 也没有任何的好恶 我没有不喜欢呱吉这个人 但是呢 我个人对呱吉这件事情 我意见是蛮多的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公众人物相当 玻璃心而且非常不好的示范 那希望呱吉呢 接下来不要再用什么忧郁症这样子的理由 然后来勒索我们社会大众 我个人觉得不是 要拿忧郁症这个东西来开玩笑 有人说不要拿忧郁症开玩笑 我再次的强调 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 他们真的是被忧郁症所困扰 而且很辛苦的 每天都很努力的在跟自己的情绪奋战 但是呢 这些真正在受苦的朋友 他们不会整天拿忧郁症出来消费 说干我就是忧郁症 我就是可怜 全世界都要同情我 因为我生病了 他们是很努力的压抑自己的情绪 然后让其他人不要被他们情绪勒索 不要被他们的情绪所影响 所以如果今天你们这些人动不动 拿忧郁症出来消费的话 只会让忧郁症这个东西 被贴上更多负面的标签 然后只会让真正在受苦的人 活得更加的辛苦 所以这是我绝对反对 刮紧你现在继续拿忧郁症出来消费的理由 很多YouTuber都会得忧郁症 我可以理解大家追求流量 然后可能压力也非常的大 但并不是每一件事情 就是你说错话你做错事 最后你就是直接放一个大局 跟大家说我忧郁症 这个是我觉得 我个人非常看不起的地方 我 好 然后 有人说请问阿滴是不是真的有忧郁症 我不知道 我觉得很多YouTuber一定都会有 就是你可能上一支影片 你有100万的流量 你现在这支影片 你只有50万的流量 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失从了 这支影片 by bwd6